很高兴今天可以邀请到得益的李荣福理事长 来跟我们分享他的创业心努力产汉故事 理事长你好 你好 首先第一个问题想要请教您 当初怎么会想要创业 您是怎么样的一个起心动念 或者是说怎么样一个契机 当时我还在私人公司上班的时候 很多的老板他就答应你 今年做的业绩很好 要给你多少的奖金 零年要给多少奖金 后年要多少奖金 可是往往一般当你在销售过程当中 你把业绩做得非常好的时候 每一个人都有着期待 期待过年的时候 他要发给你的年龙点是多少 可是往往每一年都是失望的 年龙失望之后 那时候我就想说有朋友就来找出来 那我们可以出来自己 开个公司出来做 那我那时候就是说好 那我就我们就出来吧 那时候就是跟朋友一直合伙下去做 这个工作 做了之后感觉上还不错 就慢慢慢慢慢慢两个人就越做越大 越做越大 后来我们两个月他说 那我们两个月大概可以 另外我租一家公司 那时候大家也是可以核安下去做经营 慢慢慢慢我们就是这家公司就这样慢慢成立起来 可是当这家公司成立那么久之后 我都是做公家的工作 建筑业都是公家的工作 当做这些工作的时候 然后身体就慢慢慢慢有所电化 就是开始联系统下降 身体开始慢慢的不好 就慢慢慢慢把这个部分就来做成 来做成相关 今天我们看到的四种环保科技在家 做水的产业是这样子 我们过程大概就是就是这样子 来做这个水的产业这样子 所以其实能够做自己的产业是比较好的 因为毕竟自己的付出都很是 游所相对的会到 对那在这个过程中就是也是发现到说 身体健康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对那才开始到现在的这个事业 那德意的这个品牌 他比较多是在做水的 这个叫做进水设备 然后还有印加果油的部分 对那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就是德意主要的一些就是特色的部分 还有就是你们主要的一些产品 OK我们德意主要做的商品 他有第一个就是我们讲说刚刚讲的水 还有一个我们喝的水 叫做进水设备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一天当中要洗 大概比喝的水还多大概95% 喝的大概95%洗的大概95% 所以我们相关系列的商品他还有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我们洗澡的沐浴器 然后我们每天都要刷牙洗眼 要洗手要煮菜的储力器 就相对的就这两个 然后我们在家里喝的好水 每天喝的好水 可是出门内要喝什么水 不知道所以我又开发一个叫做水声杯 带在身上 它是一个水声的进水设备 这个也是我们公司相当一个特别的产业 当然就这三个 这水的部分就这四个东西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印加国油 印加国油它本身就是外来一种 就是大概我大概八年前开始慢慢的在做这个德意 这个印加国的产业 印加国它有一个叫做印加国油 印加国手工照 印加国面膜 印加国餐包 印加国茶叶 印加国茶叶 大概就是这四种商品 了解 所以德意的产品大多都是围绕在身体健康 或者是说用的健康的部分 那就是在这个过程中 因为印加国算是比较特别的 比较新兴的产业 大中比较不知道的 那这样子在过程中 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是您在创业上比较难去突破的 或者是说在过程中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 其实在印加国在推广的过程 第一个最大推广过程 当开始我们的动念是想说集合所有的农民 我们一起来经营 把这个印加国的茶叶把它做大 结果花费了两年的时间 这印加国的每一个农民 他好像是等的等不及待 我这两年都没有工作都没有什么 我没有吃没有什么他就不愿意 所以他们就纷纷的都出去自己种 可是种的时候要销到哪里 他们也不知道 那慢慢慢慢就是越来越少人种 那我们就想说既然是这样子 我们干脆自己找几个大的农地 就是几个盒子下来把它做成印加国的农场 那农场我们来做成有机的农场 那样做起来可能会比较完整 所以我们目前现在在苗栗的佐兰 那里有一个农场 还有在高雄的美龙 那里有一个农场 是这样子 那这样子 其实自己在台湾有种植的时候 就会比较好 对就是在台湾直接去制厂 然后去制成您现在所有的这些商品 对 那这样子在德意这个品牌当中 就是您希望带给大众的印象是什么 那或者是说您希望带给顾客 什么样的一个价值 因为我对印加国这个产品 还有对水这个产品 我都有自己的执着 第一个就是说 因为这都是喝下去吃下去 在人的体内 它对人的体内会有影响 所以我们公司一直坚持的就是说 不管是做水 或是做印加国的产业 我们都要做到相对的跟人家不一样 像我们以一个印加国的例子来做说明 我们在印加国从生长开始 我们都有机 就是大概在有机 有机的在农场里面 我们就是都有机认证的 第二个在制造的过程 也是申请有机 然后在榨油的过程出来的也都是有机 所以从出榨油开始 我们就坚持着不把我们的印加国加热 因为一加热油量会增加 但是品质会下降 所以公司一直秉持着 为了要让我们的油脂是做得最好的 所以我们第一个一定是冷压先炸 一定是冷压先炸 就是都不要去加温 冷压先炸完之后 马上就经过 经过那个部分 就是经过那个田庄的部分 在田庄的过程当中 他就是在一个无尽室里面田庄 整个过程就是从农场 一直到做成商品的时候 都是一气呵成 这样子 了解 所以理事长在印加国的事业 其实他是可以做到一条容的 然后您对您的品质也有所坚持 对 那这个其实是源自于您在创业的过程中 是很在乎环保 很在乎健康 然后在乎就是有机的这件事 对对对 那这样子就是有没有什么样的具体计划 是未来三到五年打算预计要执行的 或者是说 在最终您希望就是得益这个品牌 能够做到什么样的一个呈现 因为我们一直想说 以台湾的市场你说种植那么大的面积 台湾的台湾这边他可能会销售不了 可能是没有办法吃那么多 可能所以我们要从国外发展 以目前现在来谈来讲的话 国外的话现在韩国跟日本 毕竟他的人口也多 他的销量也大 他的经济水准也很高 所以我们就是以这两个地方作为一个 他后续五年内想要开发的对象 因为日本韩国他们没有办法种植印加国 印加国在他们那里是生长不起来的 所以我们只要好好的把这个印加国 因为日本的要求比较高 所以你只要把它做成有机认证完整 然后到日本去 他们那边的官方在认证通过的话 你要进口到日本就很简单 你可以进口到日本 韩国不用发现韩国已经是可以接手的 所以我们的第一个目标就是以日本为第一个导向 让我们台湾现在做成的印加国也能够销到日本去 是这样子 那李市长的远光其实放得蛮远的 因为您也有在越南跟大陆都有 对对对都有在做销售 对那就是整个亚洲其实都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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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棒就是这个东西其实也蛮值得期待 因为我觉得尤其是以老年化的社会来说 就是其实对心血管疾病好的东西 就是都一定有他的市场在这样子 那这样子就是最后一个问题想要请李市长分享一下 就是您以过来人的经验 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是给予可能想要创业的人 或者是说想要走跟您相同产业的这些人 创业一定第一个想要创业 其实不是那么困难 但是创业一定要有坚持 就是你想要创业一定要坚持 没有坚持的话可能这个创业路程可能会非常非常辛苦 当你越坚持的话 你离成功会越来越近 所以我们常常讲说开玩笑说 只要你要创业 你就把only有那个坚持把它唱出来 开玩笑那你就可能就可以做得非常好 因为现在创业真的不是那么简单 但是要创业也不是那么困难 最主要是一定要能够坚持 然后要创业一定要想好 各方面一定要都想好你才来创业 没有还是老老实实的去做你的工作就好 那还是这样子 了解那谢谢就是李荣福理事长来跟我们分享这么多 其实创业过程真的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但是他也并不是说难如登天 但是过程中需要有很多的坚持 跟很多的努力去突破 对啊 那今天很谢谢您就是过来跟我们分享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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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